PS5进游戏有时候会黑屏几秒 这个不是毛病 不是问题 是正常的 这说明你拥有了一块高刷的显示器 或者是高刷电视 但也不是说所有的游戏都这样 比如使命召唤19-20 还有战神5 以至于蜘蛛侠2 这些游戏都是支持高刷的 进游戏的时候 或者开120Hz 或者关120Hz 它都会黑屏几秒 这都是正常的 比如还没有进游戏 现在看到的是4K60Hz 当你进游戏之后 就是这种黑屏 大概2秒到3秒 又来一波黑屏 这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再回去看 现在变成了4KVR48-120Hz 即便是主屏幕 它也是120Hz 它不是毛病 各位不要太担心 不要过度焦虑